川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国内业者也密切关注回美生产效应是否发酵 英叶达董事长李世青就表示内部正在进行评估 不排除将伺服器组装线从过去的美墨边境转到美国本土生产 而一旦前进美国制造人工成本就至少增加三成 英叶达董事长李世青出席2016集团年度运动会 对于川普呼吁制造业回流美国 李世青表示正在评估将伺服器组装线从过去的美墨边境转回美国本土 即便不是他当选前局也是在一个快速转型 在快速改变中那企业更是要加速转型跟改变 因应特别是美国可能转变 所以我们持续一部分的生产从美墨边界或是在墨西哥 转回到美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评估若伺服器厂转回美国制造 人工成本至少增加三成 而因应美国政经变局 因应达12月14日将召开董事会调整北美经营团队 对于过去几季汇率波动剧烈 因应达也积极应战 过去这几个季我们也深受其痛 所以我想我们的财务中心的同事也好 我们经营团队也好 董事也好 都基于非常大的关切 所以由组成这个汇率对应的小组 每天在观察 而且采取行动 李世勤表示过去几季汇率波动剧烈 因叶达深受其痛 会减少影响会做更多准备 我想明年我们的目标 是希望不受汇率波动 造成任何损失 希望能够以此为作为目标 我们并没有准备在汇率波动中 能够有额外的获利 但是有获利是更好的 那个是锦上添花 不过基本的一个目标 就是能够在事业单位 在本业上或在转投资上的获利 不要因为汇率而受到打折 针对美国联准会 可能在年底升息 李世勤强调 目前紧盯汇率变化 希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展望2017年 集团董事会将改为三席 外部读董 也将持续投资台湾 除智慧终端跟云端运算 迁入桃源归山工业区外 也将加速云端及互联网投资 凌场开门 青海电视湖 宗汉方其议员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会议长